新年快樂 大家好 這集裡是Arrie 由我Norraine為大家主持 在馬壇裡有鬥心是很重要的 就像今季已經獲得四節的共創美好 雖然在上星期日的賽事裡屈居亞軍 不過大摩從未氣餒過 接下來大摩幫同一馬主家族 派出共創美夢和同一個夢想 負責今次三班千六米和一班一千米的賽事 共創美夢想將贏員同情 而同一個夢想 就剛在法會谷1200米跑亞軍 今季蘇士家族名下馬匹表現得很好 而大摩也一直跟蘇士家族合作愉快 希望今次共創美夢和同一個夢想 令馬主再享勝利喜悅 做人一定要把握機會 不是蘇州過後沒有停搭 到時候後悔就太遲了 尤其是對著自己心愛的人物 不要以愛得太遲 還要及時表達支持 本年度最受歡迎馬匹及騎士選舉的投票 進行得如火如途 你們可以投選最喜愛的馬匹及騎士 還有機會贏取豐富的獎品 接下來星期日就截止了 長情瀏覽馬會網頁吧 每逢六月舉行為期 五日的英國皇家雅士谷賽期 連英女王都會到場支持 可相言之,這件城市有多麼厲害 而我們的馬蹄也不弱 安在她家中就可以參與了 接下來星期六 英國皇家雅士谷賽期最下一天的 轉希錦標賽馬日將會舉行 到時馬會會越洋轉播當中多場的賽事 馬迷也有得參與 當中的焦點所在 就是千二米國際一級賽轉希錦標 今屆外爾蘭精英分子 拜倫薰爵也會上陣 而且又報以學粗刀 今次還是跑去拿手的千二米 到底成績會如何? 拭目以待 Hello,大家好,我是Candy 今集區區大名 我將為大家介紹 蔡陽漢馬房的捲土重來 究竟它的名字有甚麼意思呢 馬主團體成員之一 李國能先生曾經說過 將外區命名為捲土重來 全一位想彌補上一批高質賽區非宴 服役不久就因相退役的遺憾 希望在錄音場上捲土重來 他想像贏完泥地千二米賽事 接下來星期日轉跑草地三班千四米 希望他繼續贏下去 最後提提大家 星期日有沙田日賽 記住回去看《平板人的分析》 做定功課 下集見,拜拜